《余悦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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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跟誰約 顯然余悦已經排除了 《余悦》也排除了 我覺得好像周錦盛吧 我也做不出選擇來 那我不如把這個選擇拋棄 把自己放在最後一個選 看最後會抽到哪一張 那我覺得這就是上天的安排 不會是Ryan吧 不是 周錦盛 不是周錦盛 王宇誠 王宇誠 誰啊 斯蒂芬嗎 對 斯蒂芬 是你啊 我好想跟史蒂芬老科 來來來來 帶你去逛逛 走吧走吧 姐姐又來了 姐也帶你去逛逛 完了完了 沒辦法了 已經定性了 帶你去逛逛 走吧走吧 你來帶我逛一逛 你來過啊 這個地方你來過嗎 沒來過 對嘛 但我已經逛過兩圈了 好 挺驚喜的 因為我對她的接觸其實也不多 就當作是一種緣分吧 你有經常爬山嗎 我還滿經常的 那如果是你能夠 從那五個裡面選 你主動選回選哪一個 就活動而言 就活動而言 是呀 我說就活動而言 我說就活動而言 什麼雨活動啊 就愉悅的活動是嗎 你們去釣魚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太快了 所以你跟余悅哥 平時互動比較多 接觸比較多吧 而且我和他之間比較多共鳴 就我還覺得蠻難得的 就算是吗 我想說 走 得太快了 更快了 教授 然後 要像 所以你跟余悅哥之間 有那種火花嗎 我不太確定 因為他是一個 非常被動的人 被動 我覺得他已經挺主動的 是嗎 對 你沒發現你去哪 他都會陪著你嗎 真的嗎 對 旁人都看得出來 我還覺得他挺被動的 所以就那個 不行啦 今天你出來 我總要跟你在聊語樂 這也太奇怪了吧 就像你脫口而出這兩個字 我剛來這兩天就我感覺大家好像都把我當弟弟 那沒有啦 只是說是這麼說啦 我心裡頭說真的也沒有把你太當弟弟看 你談過幾次了 不想說 那看來挺多的 因為有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戀愛 有些 那你就你就把那些你覺得算不算的 都算進來 都算進來 都算進來我就不知道了 我可以把幼兒園的也算進來 你可真是讓我小瞧了你啊 你要是都算進來的話我可以把幼兒園的也算進來 你小時候這麼那個 我感覺二十六歲跟二十七歲差很多 是你自己心態上的改變 嗯 我感覺我心態上有很大的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 之前的戀愛就是 自己更看重的是那個體驗的過程 但是現在每次 你要是有心動 就不會說 立即想要幹嘛 會感覺再等等再看一看 就人們會說好像 你想到好多哦 對啊 你想要好多啊 你聽我講嘛 你只要想那麼多你就談不了戀 對啊 這就是很矛盾 就是很矛盾 你想那麼多幹嘛啊 之前為什麼一直 沒有就是遇到一個喜歡的人或合適人 是因為也沒有什麼 自己也沒有給過別人機會 去跟他更接近的接觸 然後 對 我覺得你要 你要嘗試的多去挖掘挖掘別人的美白 畢竟我們都決定來這兒 就是希望可以過他倆 對啊 樓來自己不就這樣嗎 他自己跟自己說話的概念 我們好像都這樣 就是分析別人頭頭是道的 到自己身上一團江湖 當然 墜落了 那你有感覺小巫裡面其他男嘉賓 對你有什麼那個感覺嗎 我也知道說 男男人做得很好 其實不那麼有那個活花 因為跟他出去了 然後發現他和我想像中 沒有人差滿多的 他就是 有那種靠譜的成年男性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吧 就講了很多話 他是會幫我分析我的 我的一些東西的 我的性格上面的問題的 就那個時候會突然就 哇 有戲啊 他是解決問題型的 對 然後余悅哥是給那種感覺的 對 能夠去齊心去了 但我是最後一個選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原因 我可能也選不太出來 我究竟需要和 余悅和能弄的哪一個人去選 說實在話 接觸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其實我也是會認真去思考 究竟誰是最適合 跟自己在一起的 然後 謝謝你拯救了我 在這邊 真的 雖然說我是最後簡陋的 對吧 但體驗很好 對 很放鬆 真的超舒服的 對 這顆 鹹蛋黃 太漂亮 我還要再拍一下 走吧 對了 一直沒有問 你今天有沒有期待 誰來這次你的這個約會 期待你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你真會說話 高情商發言 我還是會想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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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是會想來